它是48伏21安的 然后这个电机线都已经接好了 这个大端头就大端头 三根线按照同颜色这样子接好就可以了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然后这个是接电池的 我们最后接电池 这个电池我们最后接 然后的话我们先把这个线里面的 这个线里面它是两根单线 一板一黑 然后两根双线 这红这个橙和那个白色 橙色和黑色 然后一个主线 这个主线的话 这是六个端口的 然后它是我们的一个总成线的一个端头 它主要是接我们的 就是仪表连接控制器的 然后这个三个端头的是接电门锁的 然后就对应找的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就是主线 总成线这一条 所以连接电门锁的 连接到仪表的 然后它的是六个端头 我们对应的就找到六个端头的 接上去就好 然后它旁边的这个是电门锁 三个端头的我们就去找三个端头的 要找到三个端头的跟它接啥 然后这个这一条就是三个端头的 三个端头对应三个端头 然后把这两个总成主线接好之后 我们再接它们的 再去接这些灯线 这四条的话就是灯线 有一条是备用的 我们就是黑色的端线 就对应接黑色的 黑色的单个端头 黑接黑 然后白色的 我们就去找到白色的端头线 白色接白色 这里 这个白色的就接入白色的端头 然后还是两条双线 这两条双线的话 这一条是备用 这个是灯线 就是尾灯线 这两条是尾灯线 然后我们就去 把这个 它是一个黑红的 把一个黑橙的接在一起 白橙色的接在一起 然后这一条是单线 可以自己试一下 接了之后 如果说发现尾灯不亮的话 可以切换一下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有一条是备用的 然后我们线路接好之后 再把电池的线路接好 这个是电池的 然后不要接缓 然后整个线路接好了 我们再试一下 然后灯 前面灯也可以亮 反向灯也是没问题的 好吧也没问题 我们再试一下尾灯 尾灯也可以亮 如果尾灯不亮的话 那就可能是这个 这一个 这个线和这个线接错 这个双线 这两条双线 可能接错了 如果说是白橙接在这上面的话 不管用的话 你就把它换一下就可以了 我说是白橙接在这边 这些线有一个 我看你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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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白橙接在这边 我看你会做的